榴莲和铁路市场和基建 马来西亚想要的中国都给了 事实上东盟已全面倒向中国 前不久网上热议如何实现榴莲自由 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 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爱吃 在国内它是拥有很多的爱好者 我老婆特别喜欢吃 但是这种水果对于生长环境要求很高 因此咱们中国市场的榴莲大多是进口的 比如说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这都是主要的供应地 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所以这些热带水果的出口 就成了国家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咱们总理也不是访问 东南亚各国抵达了马来西亚吗 根据报道 总理与马来西亚签署了一份 关于马来西亚鲜石榴莲 书华植物简易要求的议定书 简而言之 未来马来西亚有希望将新鲜的榴莲 出口到中国市场 而此前 他们只能出口带壳冷冻的榴莲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一方面 这也意味着 他们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市场占有量 而另一方面 新鲜榴莲的出口价格 肯定比冷冻的价格更高 从而会带来更高的收入 这也是马来西亚政府最期待的事情 不仅如此 当天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 俄迈车站正式动工 这个连通马来西亚20个车站的东海岸的铁路线 已经完成了70%的进度 预计将在2027年正式投入运营 这个项目由中国公司承建 是象征着中马友好的重要合作项目 从宏观上看 这条铁路的建成将极大的提升马来西亚整体经济活力和运力 助力马来西亚更快更好的发展 可见不论是榴莲还是铁路 不论是市场还是基建 马来西亚想要的中国都慷慨给予 或许有人会担心中国在这场交易中吃亏 做赔本的买卖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道理的 但我们中国始终是秉持双赢理念 与各国之间展开合作 与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中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放开水果市场 不仅是满足了国人对于榴莲的需求 同时对马来西亚的基建投资 也是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铺路 便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此外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 包括泰国越南都在寻求加入金砖组织 还有马来西亚 这也就预示着与中国的合作会更加密切了 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更像是在打基础 为未来更广泛的合作在铺路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的东盟事实上已经全面倒向中国 将美西方的影响力置于一旁 毕竟大家都清楚 只要想加入金砖组织 这些国家就等同于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 而马来西亚现在的选择正是对美国的正面挑战 当然东盟成员国中的菲律宾是一个特例 不应该一概而论 小马克思正逐渐被东盟边缘化 说不定哪天就被挤出去了 他的所作所为 对整个东盟的对外政策也将毫无影响 对这些国家的国家的国家